我们台湾马上就要投票了 在外面铺天盖地的喧嚣中 想跟大家借几分钟的宁静 让我们对比日本跟台湾的民主政治 同样是民主政体 从整体的政治设计到执行的细节 都有太多的不一样 有值得台湾学习的地方 也有台湾让日本羡慕的地方 在头下决定台湾未来的一票钱 让我们给自己几分钟 不随着政客的声嘶力竭起舞 不需要制造这么多彼此的仇恨跟对立 借自己几分钟 用知识拉高我们的思维格局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做我们共同家园的主人 在台湾投票对很多人来说 包括我自己要返乡投票 真的好麻烦哦 一般人要提早买车票 学生也在校园里组织着返乡专车 铁公路也都如临大地 不过大家有听说日本的返乡专车吗 没有 从来就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的户籍制度 更有效地了解国民的实际居住地 台湾啊 很奇怪的是 绝大多数的人除非买了房子 不然广大的租屋族 房东是不会让你迁入户籍的 当然我知道这里会有人说 Ben san 从法律上来说 台湾的房东不能拒绝房客迁入户籍哦 我们就不要装自己是外国人了 实务上你用法律压房东让你迁入户籍 下次续约你看房东还会不会租给你 大部分台湾房东不让租客迁入户籍 是想要享受房子的各种自住优惠 还有避免租金收入要额外缴税 要不然就是怕以后房子会很麻烦 不过这造成啊 我们台湾的户籍管理相当的不准确 实际居住人口跟户籍人口根本对不上 除了在选举的时候需要千里迢迢的返乡投票 更严重的 在政策制定的时候 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持预算的分配 也没办法更好的规划投入公共建设 仔细想想 返乡投票的人太多让选情翻盘 这件事本身就很奇怪 先不说移动过程中的劳民伤财 许多根本就不住在当地的人 四年一次回来帮当地人决定他们的未来 但这些人同时又没办法决定 自己实际居住地的未来 相较之下 日本根据著名基本台账法第22条23条 规定搬家后14天内 必须向市町村提出转入和转出 否则依法将处5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我在日本10年也没遇过或听说过 日本房东不让租客登陆住民票的 更好的户口掌控 日本人不但不需要千里迢迢的返乡投票 也可以更有效地反映在各种施政规划上 而候选人也能够更好的代表在地民意 对大义政治来说 这样的细腻是更好的民主基础 值得台湾学习 你知道吗 过去台湾总统中 有几位曾经担任过台北市长呢 没错 有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三位前总统都曾经担任过台北市长 今年正在挑战总统大位的柯文哲 也刚从台北市长卸任 首都市长后来变成国家元首的情况 在世界各国并不少见 首都往往是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首都市长面对更复杂的治理挑战 有更高的曝光度 也有助于提升国家和政治舞台上的知名度跟历练 但台北市长的日本同行东京都知事想要走同样的路可就不容易了 知事知是知晓管理的意思 而是是指工作跟事务 知晓管理东京整体事务的人也就是东京市长了 这实在太狠了 日本历史上当过东京都知事后来当到首相的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这不是跟我们刚刚解释互相矛盾吗 正因为日本是议院内阁制 首相由国会议员相互推举产生 而东京都知事不是国会议员 所以如果知事的目标是想要成为首相 就必须要重新投入国会议员的选举 当然还要被选上 不过想当首相非常看重国会的资历 资历也就意味着跟其他国会议员 在无数的法案跟预算的斡旋中建立起来的关系跟人脉 简单的说 想当首相 中南捷径是在国会中历练 而不是担任地方的诸侯 但跟台湾很不一样的是 日本的知事可以竞选连任 没有规定只能够当己任 也就是说 现任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在2016年当选 现在是他的第二任任期 只要他能够不断地在下次的选举中获胜 就可以一直做下去 地方首长连选得连任的制度 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地方政府施政的连续性跟稳定性 经验丰富的知识也可以推动长期的政策 选民的支持也给地方政府制衡中央的底气 当然 这也可能带给地方政治权力过度集中 跟缺乏心血的问题 所以选民的选择跟政治参与 就变成确保地方政府可以健康运作的关键 其实像今天聊的话题 除了多阅读还有实际在日本生活以外 多收听或收看日本的节目 也能增长相当多的背景知识 比方说我就常常看持上章 或是封岛静坐的节目 不过现在因为回来台湾 所以许多我用习惯的服务 无论是免费或是收费 常常因为地区锁定而无法使用 这时候用ServeShop VPN 帮我轻松破解区域锁定 像在日本的时候一样看到想看的内容 而且出门在外使用公共WiFi 特别是机场或咖啡厅 也能够靠VPN加密我们的网络连线 避免有心人士窃取个资 有防图人体需求的观众 也能够直接购买SearchShop One方案 这就等于同时拥有VPN Antivirus防毒功能 Search 无痕私密搜寻等多项产品 现在点击本频道的专属连结 或输入优惠代码 Benção JPN 就可以获得专属优惠 还多送5个月的免费使用 SearchShop 还提供30天的退款保证 赶快来试试看吧 你知道 这次选战部分候选人提倡的内阁制 到底有什么优缺点吗 刚刚说到日本实施议院内阁制 实际上分成参议院跟众议院 以下我们来挑战30秒 快速了解日本复杂的中央议会制度 参议院248人任期为6年 每3年半数改选 才大选区制 以都道府县为47个选区选出148人 全国比例代表选出100人 不会提前解散 众议院465人任期为4年 才小选区制 全国共289个选区选出289人 全国比例代表选出176人 有条件提前解散 法案在两院中w check 双重确认 两院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召开两院协议会 但通常两院协议也不会有结果 这时候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可决 这就是所谓的众议院优越 在讨论台湾是不是应该走向内阁制之前 日本的内阁制可以总结出三个优点跟三个缺点 第一 集体领导 内阁是由内阁总理大臣 也就是日本首相所任命的各部会大臣 内阁必须超过半数为国会议员 原则上每周二周五早上十点 在首相官邸举行内阁会议 决定的事情需要各大臣的签名 也就是说 内阁制的精神是集体领导 讲求共识 由首相和其他阁员共同决策 取得共同观点的最大化 也讲求相互之间的妥协 第二 政策一致 内阁的成员来自于首相的提名 主要是同一党派和政治联盟 首相提名的时候 理念相近就会是重要的考量 再透过格议 政策的协调性跟一致性就会比较高 同时内阁也代表了国会的多数 行政、立法之间也更加的一体化 第三 政府稳定 内阁的主体是国会议员 讲究备份又是集体领导 所以除非议会的各政党席次 有极大幅度的变动 否则不同届的内阁之间 差异不会很大 整体来说政府也会相对稳定 政策的连续性也会比较高 集体领导 政策一致 政府稳定 这是内阁制的三大优点 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型频道 说完优点也一定要说说缺点 三大缺点 第一 国会控制 虽然内阁成员对国会负责 需要定期向国会报告和接受咨询 但实际上 当执政党在国会拥有压倒性多数 格员又来自于多数党议员的情况下 可能会导致国会监督的弱化 等于是自己执询自己 球员兼裁判 很容易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第二 缺乏专才 前面说到的 日本首相必须是国会议员 而内阁超过半数必须是国会议员 基本上日本的重要部会 大臣都是国会议员 这就导致日本政府的组成 能够引进的外部人才专家学者的比例 相当受限 如果放在台湾 等于是要这些 请跑地方红白铁的区立委 来兼任部会首长 又要进地方选区 又要在中央担任阁员 治理国家 两者都是非常专业 重要的工作 也是非常消耗体力跟时间的角色 不过我们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最后就会变成 要不就是决策品质不佳 要不就是大量以众事务官 也就是国家的公务员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事务官僚 对于政策制定 有这么大影响力的原因 第三 缺乏领导力 内阁制讲究的是共识 而不是单一领导决策能力 共识表示大家都有责任 反过来说 也可以说成 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另外一旦面对外在环境快速变化 往往接应不暇 好比之前的疫情 日本政府各项决策缓慢 就备受国民的诟病 但这并不是说 日本内阁中的谁 决策特别缓慢 而是在集体领导中 达成共识的过程 本身就需要更多的时间 日本的政治社会体制 我们从地方讲到中央 不外乎就是追求两个字 稳定 但稳定就像是双面刃 有助于长期规划跟连续性的发展 也容易牺牲灵活性跟创新 而优势政党对于国会的长期控制 以及内阁容易滋养的官僚主义 也限制了政治改革跟新思想的出现 台湾是充满惊奇的岛屿 这句话对照日本社会 还真的是如此 日本歌类情节目 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的讨论 也并不少见 日本对于台湾民主政治的羡慕 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 热切的民主参与跟社会动员 像之前提过的 户口制度更加反映现状 日本人基本上都是在住的地方附近投票 但是即使这么方便 最近一次的众议院选举 也只有5成5的投票率 对比台湾上次总统大选的投票率高达7成5 热切的民主参与 以及各种造势大会竞选活动的社会动员 都让日本人感到不可思议 甚至日本议员还特地组团来台观摩 我的日本朋友也常常很不可思议地问我 听说台湾的年轻人会特地从世界各地搭机回国 只为了投下神圣的一票 这是真的吗 其中很大的差异是政治代表性的问题 日本人只能选出这个地区的国会议员 但单一国会议员的胜负放在整体国会来看 几乎是无关紧要 而且内阁制 我选出来的国会议员跟最后领导国家的首相 这个关联性太过薄弱 单靠一个国会议员的胜选 就想要改变什么也几乎不可能 而且我这局选我的议员 跟隔壁区也没有关系 很难产生一个国民共同的话题 但台湾的体制就不一样了 总统是人民直接票选出来的 不管你在哪个选区 这势必会形成一个全体一致的共同话题 因为这个决定必须所有人一同参与 而结果也需要所有选民一起承担 而且不同的总统当选 施政的方向有可能截然不同 一样是选举 政治代表性深刻地影响了整体社会的热情和参与 第二 多元政治文化 疫情期间我在日本 当时台湾的天才IT大臣唐凤 曾在日本掀起一阵旋风 对比当时78岁初次入阁 担任日本IT大臣的主本职一议员 当媒体询问他 没有科技背景是否能够升任IT大臣职务时 主本议员回答 没有问题 我平常都有在用社群网站 也都是自己用智慧型手机发文的 当然每个台湾人可能对于唐凤 都有各自的评论跟想法 但当时的日本舆论看来 唐凤跟主本是不同次元的存在 这也是内阁制最大的缺点 无法容易禁用外部的专业人才 大臣的位置好像在玩大风吹一样 常常是同一批的议员轮流坐 过去台湾历任部长 从学界、产业界引入了大量的人才 部位首长的多元组成 也反映了政治的多元性 第三 反应速度更快 同样是岛屿 疫情期间台湾无论从早期行动的边境控管 有效的追踪、隔离、口罩等医疗资源的确保跟准备 一直到公众的配合和防疫的意识 常常被日本媒体拿来跟当时日本政府 不断的开会、开会、再开会 两边的决策速度跟效度 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 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处理上 很明显的集体领导决策的内阁制 很难快速的决断跟执行 你怎么自己都在讲日本的坏话 没有哦 台湾现今的政治跟体制 绝对不是完美无瑕 比方说开头说的户籍制度 或是我在其他影片反复提到的 日本施政的远见 长远规划 还有全面性的缜密执行 的的确确都是台湾应该学习的方向 但日本采行的内阁制 是不是现阶段台湾最适合的政治体制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日本漫谈频道 我必须说台湾面临的国际情势跟政经环境 复杂程度跟日本截然不同 在地缘政治剧烈的变动下 台湾需要有更多快速调整的空间 因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和区域安全的挑战 或许这也是台湾演化成现行体制的主要原因吧 最后让我们看看四周 周围的人 周围的街景 无论我们之间有多么不同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在这里有我们共同的生活 热情参与 但不要让一时的政治语言分裂你我 下周无论立场是什么 无论支持哪个候选人 都请光荣的投票吧 改变台湾从投票开始 当然也从这个影片的按赞留言订阅跟分享开始 因为我们有知识的力量 因为我们会一起让台湾越来越好 决定自己的未来 也决定我们共同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